而漫漫长夜里 还是会想起你 温柔拥抱着我 抱紧我 才抱紧我 虽然你的手已经不输与我 既然认真的怀过 就别再为难你了 不要再干着我了 我求求你了 我喜欢你 现在我连自己都不再爱了 可是我不喜欢你 不肯定的面对我 不堪意气太软弱 她陪着我 记忆不要留得太多 深深呼吸着往前走 没有门的出口 该怎么形容 我 抱紧我 再抱紧我 写着你的手已经不属于我 既然认真的爱过 既然认真的爱过 就别再为难你了 放弃我 就放弃我 现在我连自己都不再爱了 我坦然的面对我 不堪意气的软弱 她陪着我 放下我 放下我 就放下我 在身的伤口 也会慢慢愈合 只要你能够快乐 只要你能够快乐 就别再奢求什么 忘记我 就忘记我 向前走 你直到找到更好的 最爱你的人是我 最狠心的也是我 你要快乐 那么关你的感情问题 你好像从来都没有跟明儿提起过 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有幸 得到你的正面的答复呢 我只是个画画 又不是明星 我的情感经历 谁会感兴趣知道呢 好 那我换一个问题 有没有哪个女性的出现 会带给你灵感 激发你的创作呢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是我最高产的时候 那个时候 确实我暗恋过一个姑娘 那种倾诉 让我有许多的想象空间 可惜 那只是暗恋 没有方法去抒发 所以就只能画画了 贫穷和爱情 确实很容易催生出艺术家 对 我当时就是两样圈有 那后来呢 现在看你好像不是那么高产了 可能是老天太羡慕我了 当时把两样圈都夺走了 所以我就减产了呗 好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只能留一样 你会留哪一个 姑娘 财富还是才华 我能说我都要吗 我能说我都要吗 你不知道在上学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你啊 你真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也不奇怪 那时候啊 顶多我算是暗恋 是我最高产的时候 是我最高产的时候 那个时候 却是我暗恋过一个姑娘 那种倾诉 让我有许多的想象空间 可惜 那只是暗恋 没有方法去抒发 所以就只能画画了 好像没问题 是 如果能给自己许多的 你不需要 人家都还要 精神 你没有信心 你这些人 都没有信心 你什么都没有信心 是我们最强劲的对手 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尊重的对手 发布会的时间定下来了吗 确定了 只要咱们这次发布会可以顺利就行 我相信SLC 他们会主动回头来找我们 你还是把重心放在发布会上 对啊 倩倩要走了 是不是你得去送一下 他特意说的 不想让我们去送 可能是我老的你们的事情 我真的理解不了